移業 費用跟移業外的備損的問題 所以呢 它的會計處理方式 是有這樣的一段的提示 那目前台灣我們的準則裡面 或者是我們的功榜 或者是我們的省略感的編織方式 是維持我們之前的模式 那我要談的是從 那這是我們中派研究所講的 那到了中派呢 我們要加一些什麼東西進來? 好 那到中派裡面呢 那我們就要去提一些 中派裡面特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中派就是從這下面 從這一段往下再去解釋 可能發生的交易 那這些交易有些可能不是經常性的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每年都會有的 好 那我們先談一個 就是經常性會 不是 不經常性發生 但是當我們在計算本期損益的時候 然後會用到的 我們知道本期損益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知道本期損益的目的 一個完整的損益表 其實除了假設我的所有的交易 經常度所有發生的交易就這樣而已 但是這樣最後得到本期信力之後 不代表這損益表就完整了 還不完整 尤其是你是股票有限公司的話 你要做什麼? 每股益的結論 好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呢 我們損益表 那如果這個例子呢 這個公司呢 它的很單純 然後這是什麼? 就直接寫每股盈餘的金額是多少就好 每股盈餘的計算 找一個 取檸檬 取檸檬 每股盈餘 很簡單的 每股盈餘怎麼帶出來? 試一下吧 來,你試一下 很簡單的 不覺得有嗎? 是 有 我們的重點 今天有沒有那種? 沒有 我們就告訊說 基本上是一秒 不是到這樣子的結束 後面還要揭露一秒 每股盈餘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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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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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九十分 裡面人家把他的時間 補上去 對 好 你的時間會再特別給我們美國令 好 分爲十分會在特別的目力 也可以 这特别的补力呢 可能就是要看 它有没有发型特别补 它有没有人要补充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是北京 它有没有人要补充一下哪里 流通在外补充 它不是我要人 流通一定在外吧 所以看 这个应该是 比较不是大问题 流通在外补充 因为要补充一下 把那个十根 我刚刚讲一下它写的时候 大致来讲就是三九十根 那当然有没有特别补充力 要看哪个公司 那我想流通一定是只在外 在那流通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的十根 它不是在哪里 那没有谁可以讲 那十根在哪里 我认为的自己尤其是 这里我认为十根在哪里 我认为十根在哪里 你们可以下来 我认为十根在哪里 没有人立下来 你约绵 一块也来 对十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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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漫的 不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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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請同學上來寫BPS 你覺得他的寫BPS的計算 有沒有什麼地方? 有不完整的 好 鹽配橙 給大家幾個地方 給你們表現的機會 加權平均 很重要啊 如果你寫的通財賬股數 我還不一定強調說 你要加權平均 因為什麼? 如果從頭到尾一年都沒有真資減資 沒有包括股票五個月 就會出了問題 可是你有寫的平均 表示你當年賀股數是有異動的 但既然有異動 你要賀的不是簡單平均 或是起初加起末除以二 這種簡單平均 那上面是加權平均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當然這是文字 你知道怎麼辦 可能你不知道那個名詞 但是當時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要能夠講對文字的表達 就會比較精確一點 好 所以這是基本每股名義的計算 基本每股名義 或者叫簡單每股名計算都可以 所以我的損益表要到這個地方 揭露每股名義之後 這個損益表才算是完整的 但是我說你的交易就是很例行性的 沒有什麼太異常的 所以你的最後經歷的目的幹嘛呢? 算出來的目的是要算出我的EPS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我要算出我的EPS 好 每股名義 那我說這是我們初塊裡面所提到的 那到了我們中塊裡頭 總是有一點不一樣 看看整個中塊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談喔 這是經常性會有的 但是接下來要談的 不見得是經常性有的 那甚至有些是雖然是經常性有的 可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 我們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幾乎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 你是買賣業 你是製造業 一定會有成本 一定有費用 你難免會有發現營業外的問題 你一定會有稅的問題 就算你沒有賺錢 你也會什麼所得稅利益 所以一定會有稅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任何一家公司 每一年度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是 接下來要講的 不是每一年都有 或者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 好 所以這是我們中塊裡頭要談的 但是一般上市櫃公司 或者是大一點的公司 我們講這次可能是小 中小型 中小型企業可能就是這樣的問題 可是等於稅續規模的公司 你可能對關心的交易就一定會有效應 所以你去看一下 所有上市櫃 股市觀測站 這公司的報表 隨意表現就是找這個健康 它一定有後面的容器 好 所以當然我們就是要講 我們去小公司 我們的目標是讓這個公司是有規模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談一個公司 大家應該記得這個洪基 洪基從買下西門籍 然後就把西門籍拋棄之後 其實洪基的負面就應該蠻多的 那不過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他把他就是也不算違約吧 我不知道他們合約怎麼訂的 本來洪基就要買西門籍的手機的部門 後來他發現了可能兩年之後 發現他買了他呢 其實是對他公司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他就不要買他了 所以那一段時間 他的性感到的蠻大的 所以我記得洪基的股價 大概剛才之前也有九十幾塊 然後那一陣子跌到剩六十幾塊 好 那是西門籍 好 所以假設說洪基呢 他在那個歐洲 他還受了一個不滿 那當然洪基最近 他的更慘現在二十幾塊 好 那原因就是 這不在我們探討的範圍 以後你們管理學啦 再去探討這個問題 好 那假設洪基呢 因為本來他的市場 洪基在歐洲的市場面還算不錯 但是我要做的是不相上下 那但是呢 因為這幾年來呢 洪基在歐洲其實是 但有一則原因是歐洲的市場 歐洲的景氣不好 所以呢 洪基也關了 他在歐洲的景點門市 就是假設我在德國的漢堡 有一個門市 我把它關掉了 好 那關掉了之後呢 但我們在報導 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財務報表報導的時候 其實是叫什麼 是有一個比較 我們有一個財務報表的品質 就是要能夠有比較輕 那我們之前的財務報表裡面 是有把譬如說德國漢堡的 這個門市的營收費用呢 這個放進來 那現在他把它取消掉 他要把它停業掉了 那我要把它三獨列出改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停業部門 好 我們叫停業單位 好 那我剛剛講了 從稅這邊之後 不是每一年都會發生的 因為每一年都會有個停業部門 停業單位的話 那很快你這樣 公子可能表不起實名的官網 你都說了 所有的單位都官網了 你都不是結束一件嗎 所以這個停業不會每一年都有 好 所以呢 因為你下面有個停業 我們這個項目的名稱 我就要把它改成叫做 繼續營業 繼續營業 好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請你記得這個 你會叫做繼續營業的時候 是因為相有的停業 如果今年我沒有停業部門的話 你就叫做最後建立就好囉 好 這個名稱 這個項目的名稱不是可變的 我叫做繼續營業後面的停業 假設我今年沒有停業部門 那我上面還在叫繼續營業嗎 這文字我不能說你錯 因為算算了順利的結果 是不是有什麼影響 但是呢 我會說你的用字 好 不夠精準 好 所以呢 你要記得喔 我會叫繼續營業是因為我有停業 下面有停業單位的要報到 如果沒有 我就叫做最後建立就好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呢 我的停業單位損益要怎麼報到 好 我停業單位損益呢 我要把它分成三個項目 好 那一個是營業 一個是直接 一個是品項 這三個它報導的金額都是指後料稅 所得稅的影響之外 第四要請你記得 我的所得稅寫在那裡囉 接下來之後的所有的項目都要報導 是稅後的金額 那當然也有書上有些報導的寫法就是 我都是寫稅前的 這三個都寫稅前 然後最後再減你的所得稅的費用 或者是所得稅的影響 也不見的是費用 因為它前面如果都是損失 我其實會產生所得稅命的 所以有一些的寫法就是 我這三個都寫了 然後是後面再減 都是稅前的 後面減一個所得稅費用 它的所得稅影響數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 一般來講 我們會比較前面這樣寫 也就是說我的所得稅費用 基本上是在 我的這個聚運業單位之前會產生一個所得稅費用這個科目 之後的你就不再另外產生所得稅費用這個科目 而是它的報導金額都是把它的金額扣掉 所得稅的影響之後來劣勢 所以就是稅費用這個科目 好 那我接著來解釋喔 這個 這個都不是會計科目 基本上它不見得 我說了 報表裡面絕大部分是效忠 不是會計科目 好 比如說一頁這個消貨金額 大家寫過那麼多的派遣 有沒有寫過Net Sales 假設我們說 我們前面用的是原文書耶 好 那你有寫過Net Sales嗎 消貨金額 它的英文叫做Net Sales 那我們以前只有寫的嘛 Sales for revenue 消貨收入而已啊 我們沒有寫過消貨金額 消貨金額是為什麼 是一個項目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寫意表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項目 好 除了項目收入 可能是科目 沒有可能是項目 看你怎麼去組成的 那我的本期進貨成本 也不會是什麼 不是會計科目 了不起我們的定期排名字 就叫進貨而已啊 我們不會叫本期進貨 我們的存貨只有分什麼 我們的存貨叫做存 我們的會計科目叫存貨 但是起初起末 都是我們給他那個項目而已 好 所以我剛剛講啊 其實你要特別記得 當然我們的報表是藉由會計科目的資料 去匯總出來的 但是我們表達在 我們的報表上面的 絕大部分是項目的方式來報導 好 你不會把所有的會計科目都列上去 那就是你可能要寫好幾十頁的報表 所以光是一個選本 可能就要寫好幾十頁 所以它不會是純粹的是科目 可是大部分的是什麼 科目去組成的效果去調達 好 雖然我剛剛講說這個 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科目去組成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分一下什麼東西 什麼哪些交易發生 我們要用 我們把它歸類在營業 哪些交易發生 我們叫做主份 哪些交易發生 我們叫做平價 好 第一個 營業 好 我們剛剛講說 鴻基在漢堡 德國漢堡的那個門市 好 今天董事會決定了 好 所以我們要節省我們的管銷費用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把德國漢堡的那個門市關掉 是 關掉也不是說關就關啊 它裡面有一些的 基本的 比如說本來還在賣的手機 賣的電腦 那你可能會想說 好吧 我就是初期嘛 大家常常在馬路上 他們會什麼 結束營業到開賣嗎 好 所以它賣 我已經決定好要結束營業了 但是我要把我現在在我的門市上面的一些商品 我先把它賣掉 直接賣掉 那這些所產生的收入費用 就叫做營業 這樣搞懂嗎 也就是說 我賣我原來的商品 賣我本來營業的項目所產生的 我就叫做營業 省異 那現在省異的是什麼 它的營業收入 省異它的營業費用 好 如果我收入小於我的費用 我就產生損失 那我後面就會什麼 稅後就會產生所得稅的節省 所以本來我損失兩萬 那因為我節省了五千塊的所得稅 所以我的營業損益 最後的金額就是損失零萬五千 大家聽懂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什麼叫處分 一個門市它總有一些固定的設備 對 比如說 那因為紅金它總是要什麼 要有一個液晶電視 可能是什麼 八十吋的 因為要夠大嘛 才能夠吸引人家進來 它的門市看啊 因為這個八十吋的液晶電視 那我不想搬 我就把它賣掉 所以我賣掉 我原來不是經常是營業的項目 是賣掉我的設備的 所產生的 叫做處分水平 像我賣固定資產一樣 大家記得嗎 我在賣固定資產 我的機器 我的機器呢 現在的照片價值有三十萬 那我賣掉三十二萬 那我就處分利益兩萬塊 這個是處分水平 這樣聽懂嗎 所以處分是指我賣掉我的設備 賣掉我的固定資產的部分 好 所產生的 帳面價值跟我處分的價值中間的差 我們叫做處分水平 那一樣 這個處分水平也要扣掉我的稅的影響 當然如果你的賣價高於你的帳面價值 你就產生利益 那產生利益就要是割稅 所以你減掉所得稅的影響之後 那你利益的金融問題比較少 這是處分 那第二個 第三個 評價 評價是指什麼 前面講的營業 是我賣掉的這個營業單位 本來正常在經營的項目 比如說商品 好 那我就叫營業 那我賣掉我自己的處分單 營業單位的固定資產交處分 把賣掉了 那評價是什麼 只還沒有賣掉 我的液晶店是賣掉 會產生主生生意 但是我賣也不是很快就可以全部把它賣掉啊 那我可能還有一些什麼 展示的一些設備 好 那 我不知道德國會熱嗎 漢文會不會熱價 所以我會有冷氣或暖氣精 那這種東西我也要把它賣掉 可是有時候說賣就賣啊 好 我整個走走 總是要找到什麼 人家出的價格 我覺得合適合理才要賣啊 所以當我還沒有賣 但是年度結束了 就像我們之前談到布地資產期末也要評價一樣 布地資產期末除了要做折舊費用的成本分開之外 然後要做什麼 資產減損測試 這就是評價 好 只是這個評價呢 我們之前講的資產減損測試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只能承認減損損失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可回收金額高於我的帳面金額 我是沒有損失發生的 沒有損失發生 什麼事也不用做 因為我們不能承認固定資產的未實現利益 但是當我這個部門 這個單位呢 要處分了 要停業了 所以我要處分了 但是它的評價 損益都可以承認 我這個資產 現在我當上只有20萬 可是我評估 我以為我可以賣掉25萬 我就可以承認5萬塊的評價利益 好 所以 我的評價是指所有果位出售的資產 包括流動跟非流動的資產 照面價值 跟它的所謂的公平價值中間的差 因為它已經真的實現這種叫做評價 我評估出來的價值 叫做評價 就是這個評價可以承認損失 也可以承認利益 這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要清楚嗎? 好 所以 我的停業單位就是把 統計在漢堡這個門市 所有的已經實現 還有未實現去評估出來的 都放在停業單位 損益的報導這個範圍 掌控這個地方 我沒有併到我的正常的 因為它已經停業了 所以我把經常性的 跟我停業的把它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 比如說 我漢堡本來在賣的是電腦 那我在台北 宏基的門市 全國賣的 委說全國賣 假設我在全國有沒有專賣 專櫃賣的也是電腦 那一要賣電腦 為什麼德國漢堡賣的電腦的收入 我又不能併在這個 營業收入裡面 我又可以去把它分開 這個營業 為什麼? 這我們剛才講過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然後呢 好 好 煙中很好 你會講那你就想睡覺 來 你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分開 這裡我剛其實有講過 讓你講一道 為什麼 教你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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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想到 我剛講就是你現在怎麼不在 不過我想 異議的概念應該會知道 為什麼要分開? 為什麼要這樣邊編? 雅維 大目出行嗎? 不會啊 我對你的面都閉起來 而且像張茹菲 最近的眼睛睡覺 為什麼我要把 您也繼續營業 跟您也剛剛分開 原因在哪裡? 好 等一下 你剛剛說什麼? 不是 你剛剛說什麼? 繼續營業 後面有一種東西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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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耶 我看這個東西很厲害 好像是因為它會進去裡面 所以 今天呢 漢堡店 有一個跟漢堡雞 漢堡雞 漢堡雞 漢堡雞就可以吃上漢堡 對 然後 如果漢堡雞的話 可能把漢堡雞賣掉 然後 如果漢堡雞賣掉 你自己有點扯淡 好 我只想 大家有不同的聲音 我剛剛講過 我們報表的目的 是要幹嘛 我們第一支報表的目的 是要幹嘛 它能夠預測未來 那如果我把期內的東西 跟我的聚學東西 綁在一起的話 我把未來不會再有了這個部門的營修的影響 跟聚訓業單位的放在一起 我把這個東西再去預估明給 未來會準嗎? 它不會準 我剛剛講 我們預測就叫什麼? 我會經常信的 連年都會發生的 我再來預測 或今年發生以後 不會發生的 那我把它放進來 做未來的預測 那你預測的人 就會什麼? 就會犧牲很多 會影響 你的錯誤 或者是真實 跟你的預測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要把它分開 所以為什麼要分開? 是因為我們剛剛講 我們的報表、編表 只是把歷史的資料 把它匯總下來而已 我們希望從報表裡面 去見網直來 好 所以我們要見網直來 就是這個公司已經有的東西 我才評估 未來會怎麼發展 那這個已經沒有了 我再拿來評估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啊 好 所以像這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把它分開來報導 好 為什麼繼續跟停業 要把它分開 對 你們就在這裡 好 好 那我剛剛以前講過了 繼續捏單位 我們在我們的隨意表上面的報導呢 我們是把它分成這三類來報導 好 這三類 特別記得它是稅後的金額 那這兩個都是已經實際上發生的 已經實踐了 就是現在的一個資料裡頭 已經很確的知道 它發生的利益和損失是多少 這個是還沒有發生 但是我會什麼 我去估價過來 我去估計過來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評價利益也可以承認喔 好 所以為什麼我的評價的項目 是指這個漢房這個門市 還沒有賣掉的所有東西 包括我本來要賣的手機 包括我本來要賣的電腦 平板等等 因為它還沒有賣掉 因為我要賣掉存貨是屬於流動資產嘛 那除了這個門市裡面的這個流動資產商品之外 我還有其他一些設備 譬如說我的滿漆機 假設德國很好 我也有滿漆機 還沒有賣啊 未來我停止營業的時候 這個滿漆機是不是應該是怎樣 所以這些所有還沒有賣的 不管是流動也好 非流動也好 這些資產扣掉它的負債之後的金額 照顧價值跟市場價值來做比較 用我評估的公里價值來做比較 那比較出來 如果我的公里價值比較高 我就產生評價利益 相反的如果我的賬業價值比較高 我就產生評價損失 所以評價這個是還沒有發生 可是因為我很快 那你就會問喔 那為什麼固定資產的那個減粉 我只能固定資產評價的時候 我只能承認減粉損失 不能承認利益 那為什麼我這個評價